可以插入一个 一笔资料那将来的话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景点的吧因为有经纬度嘛所以可以利用这个经纬度可以帮我导航 找到那个位置直接就可以到那个地方了其实利用这个App呢 可以增加生活上很多乐趣 那怎么做出这个表单 基本上这边都有 相关的说明了你会发现 上面的名称就在这里 重要的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个方块 他的重点在input type 就是一个test 然后其他的name跟id都用一样的 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文字法多行你可以用那个test area 那这边的话column跟roll你可以给一个 roll的话是列号 这边有8列 跟40栏 其他的话都一样啊最后有一个button button的话呢就是input type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 btn 这边的话有个btn 这个是名称 id都一样 那type最重要是type type是一个button 上面的字的话就是插入 ok 这样就完成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做编辑 比如说我今天要编辑他的景点的话像这个地方 我可以把这个景点比如说我今天找到这个好了 圆豪素食馆 那也许名称他可能你到那个地方他改了 他也许不叫圆豪素食馆 也许他改了也也许名称也是一样 叫圆豪 可是不是卖素食的 他卖荤的好了 那你如果要改改的话怎么办 编辑景点对不对 编辑景点按下去之后的话 名称改过来的 然后呢里面的详细那种也会带过来 经纬度也会带过来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把这边改 比如说他 已经不只卖素食 荤素都有的话 那我就把它改一下按修改 有没有 圆豪管 这样就改了 OK所以其他地方那你可以做 这个 编辑 进去之后可以有个什么 编辑的动作 就可以修改你后面的资料库 那这个后面资料库怎么怎么去把这个表单做出来 基本上也非常简单 其实 就是跟 那个插入的部分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画面上面有几个东西呢 有1234修改的 那做完之后实际上也是类似像这样 就是说 我们里面的话 也是 景点名称 其实跟音色好像几乎一模一样 好一模一样都 几乎没有改了 修改只是说这个地方里面的那个value改成修改 其他都一样 所以 很快的我们界面部分就完成了 好那请各位也是把上礼拜的部分先打开来 那等一下呢 我们也 再来把那个后面还有一些重点再来跟各位做说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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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